今天我來到這裡是要舉報一個人違憲 就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他的下屬在高中的歷史教科書評審報告中說一些用詞 例如中國收回香港,措持不恰當 之後楊潤雄就在立法會表示 這個收回有問題是因為中國擁有香港的主權 是不涉及任何收回或者由英國交回的概念 我是一個小市民而已 我就不知道在哪裡可以舉報這些違憲的行為 唯有在這裡說,我們希望特首可以快點看立法會的片 對楊潤雄作出最嚴厲的譴責 因為楊潤雄是一個問責官員,罪家一等 他應該將立即用洗頭艇送回北京 由國家新成立的監察委員會嚴加審訊 而且楊潤雄是違反誓言 應該要追回他由97年以來當官所收的所有的收入和津貼 為什麼我說楊局長違憲呢? 我引用基本法罪言第一段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於1997年7月1日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 從而實現了長期以來,中國人民收回香港的共同欲望 等一下,不好意思主席 我發現了一件事,原來呢 《基本法》第二句呢,都是違反了誓言的 違反了違憲的 它違反了第一句,那個前一句作者的意思 如果罪言是由同一個人寫 又或者罪言是說的事實的話呢 那我就要舉報這個中國人民違憲了 因為他們收回香港的慾望呢 原來是從根本上違反《基本法》的 因為呢,其實中共政府就是憲法啦 人民呢,只不過是被統治的人 回到今天的主題啦 我認為香港特區政府這份人權報告大綱呢 其實是一份垃圾來的 所謂那幾份國際人權公約呢 根本就是西方普世價值呢 是想施加於我國的陰謀 講到保障人權自由呀 有哪一份文件及得上 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呢 最新版那份 特區政府呢,其實只是需要將這個憲法傳聞 和加上一句 特區政府過去一年就依法治港 依憲治港 交上聯合國呢 我相信就可以堵住這個世上人的油油之口的啦 那,認真 最後啦 特區政府早前就大肆攻擊這個戴耀廷的言論 就違反這個憲法基本法啦 如果特區政府真心互憲的話呢 其實很多市民、很多人反對23條立法 又是不是違反憲法呢 其實特區政府 根本上就是認為呢 對一些他不喜歡的言論 他就借憲法呢 就來說,說他違憲 要打擊他們,要壓制他們 根本上呢 是要借這件事來壓制政權不喜歡 不贊成的思想 特區政府又用什麼面目 說自己是保護我們香港人的自由和思想呢 最後啦 如果大家看過厲害了 我的覺呢 就知道中國有多厲害 所以我呢 其實不期望這份報告 是可以令到外國呢 是對中國的能權 有什麼影響到我們人權的保障 最後一定是要靠我們人民、市民 和聯合起一些受壓迫的人呢 才可以對抗到這個中共的暴政的 就說得很難的 那是對中國的 能力的保障 全都會乾淨 現在的行為 就是把我們都看得到 是有一個問題 是對中國的 這方面 是對中國的 我們都看來 是對中國的 力的 那是對中國的 是中國的 對中國的 我們都看來